那,那现在呢,咱们来讲一个测试点,一个多小时啊,叫Racebook Framework Racebook是个什么东西,先说,你以后啊,到公司里,团队协作开发,对不对 互相之间,是不是要商定接口啊,那接口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咱俩互相之间调用 我给你传个文件啊,还是给你传个字不串,还是JSON,还是什么XML,是不是各种格式,你确定好啊 然后,我给你传的这个里面的参数,应该有什么样的规则,对不对 要不要进行一些认证,要不然有些限制,whatever,就其实是有很多的规范的,对不对 那,你比如说,基本上,只要你的公司的产品做大了,肯定会或多或少,跟其他的系统有一些交集,是不是啊 那,双方之间的沟通,这种规范是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你不能瞎搞,是不是啊 你瞎搞以后扩展就不好弄了,对不对 所以提前让你瞎解了这种开发规范之后,以后你就有,就是叫什么呀,有法可一,是不是啊 那,那这个法就是RESTful,OK吧 首先,RESTful已经说了,它就是规范,它并不是什么技术,对解吧 它是个规范,说我们都应该遵守这样的规范去做事情,好吧 好了,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规范怎么诞生的 首先呢,越来,就大家,很多人意识到,网站以及软件,什么意思啊 你会发现,现在主流的这个产品啊,它不像零几年,说装在你的电脑上,装个客户端那种,是不是啊 大家基本上都是通过浏览器来访问,没解吧 浏览器访问你的软件,谷歌,前几年还搞出来一个什么呀,叫Chrome 就是Google Notebook,谷歌的笔记本 然后呢,没,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浏览器 本地没有装任何东西 大家还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比较太超前了,所以它的推广不利 但是我之前在公司用谷歌的,谷歌的在线的Excel,在线的Word,还挺牛逼的 啊,全都是在线的,那包括现在微软的这么高,所以可能不出十年 你意义是什么嘛,你本机就不装染线了,你本机就是一个浏览器 对吧,你所有的东西全都是在往云端 你现在觉得体验好吗,是用你现在的这个思维去看十年之后的事情 十年之后,用手机下载一部2G的电影,只需要一秒钟 你知道5G吗 你知道华为现在主导的5G,下载一个1G的就一两秒钟 这已经是现实了,只不过是还没有大范围推广而已 对啊,所以当速度达到这个的时候,往本地方硬盘的意义就不大了 你说对不对,对吧,因为他读取直接从网上哗,就比硬盘还要快 我为什么本地还要放硬盘啊,是不是啊 所以一定要以发展的眼光看事情,响应我党的号召,发展的眼光 好了,那所以网站及软件 也就是说你要访问软件,其实是访问具体的网站 这种互联网的软件啊,采用客户端,就是你的浏览器和服务器端的模式 分布式的体系,通过啊,通过互联网通信 具有高延时高并发,高延时能理解吗 现在的网络,访问网站肯定比访问本地卖很多是吧 这就是高延时,高并发呢,多个用户啊 那网站开发呢,完全可以采用软件开发的模式 但是传统上啊,软件啊,和网络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啊 很少有交集,软件开发,主要集中于啊,针对单机的环境 在你机器上装个客户端啊,或者自机器上装个软件 网络呢,则主要研究系统之间的通信,你可以吧 那互联网的兴起呢,使这两个领域开始融合在了一起 就我们的软件,基本上哪还有单机版的软件 全都是联网的,对不对 是吧,单机斗地主,跟机器人斗啊,机器斗啊 挺有情调啊 那,所以现在必须要考虑在开发,在互联网环境中使用的啊 如何开发,这个相当于就是咱们的网站 Restful呢,就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互联网的软件架构 啊,结构清晰啊,就是anyway 但是什么到底什么是Restful 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啊 说它的起源 第一个啊,这个词 而是被这个人在2000年提出了,2000年哦 2000年哦,那个时候 还拨号上网呢 我那时候刚两岁 你四岁啊,你是我哥 那,他那么早就提出了啊 提出了这个Rest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这个大胖子 啊,他是HTTP1.0的主要设计者 啊,阿帕奇知道是什么吗 最著名的web服务器 我们后面会提及啊 web服务器作者之一 基金会的第一任主席 啊,所以他一经发表 就立刻影响了啊 引起这个影响深远 他的论文写作目的啊,就说 关注集团机的两大前沿 软件和网络的交叉点 什么意思 长期以来啊 大家都研究这个什么 关注软件设计的分类 设计方法的演化 但是很好,是很少客观的评估啊 不同的设计 选择对系统行为的影响 不理解 而相反的 网络研究的是 关注系统之间通信的细节 Sockit咱俩怎么通信 他关注这些东西 那 常常忽视了一个事实啊 就是 改变应用程序的互动风格 可能比改变互动协议 对整体的表现有更大的影响 就是可能咱俩这个交互的 两方通信的这种风格改变影响 可能更容易提高效率 那 就是一大堆 好了 说他到底提出个什么东西呢 叫做 全称叫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首先这个词叫什么 representational representational very good representational 首先看represent 这里少了一个s represent 是一个名词 叫代表的意思 你知道吗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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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的是一个名词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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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个全称 然后state是状态 transfer 转化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完全看不懂 太绕口了 那说一会儿就懂了 说一个架构如果符合这个原则 就称为racical架构 就是遵从了这个规范 那要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先从这个词组上 看它每个词代表的含义 每个词搞懂了就明白了 第一个叫resource 这里边有吗 他把这个读语给省掉了 其实应该叫resources repelementation of state transfer resource 叫资源 这是什么呢 表现层 其实是指的资源的表现层 什么东西 那这个地方我就给你解释了 所谓的资源是什么呀 网络上的一个实体 什么叫网络一个实体 你 你现在 它可以是一段文本 一张图片 歌 服务 视频 总之就是一个具体的存在 比如说 我现在 看到这个页面了吗 这就是一个实体 打开这个页面 是不是就能找到它 那这个URL 我只要输入它 肯定能找到它 这个URL是不是在整个的互联网上 唯一的代表了这个东西 对不对 对 就像它的身份证一样 是不是 唯一的代表了它 这个是不是一个实体 看这篇文章 也是 唯一的一张身份证 看不见 打开这张图片 它是不是一个实体 也是它的身份证 好了 那你说 这些实体 是什么呢 实体我们就称它为资源 听见吗 就是这些资源 好了 那你可以使用一个什么东西来访问到这些实体呢 叫一个URL 统一资源定位符 不是URL 什么叫URL啊 亲们 看到没 这就叫URL 等等 咱不一直叫它URL吗 对 你可以理解为URL 其实是一个 就更高级别的一个词 什么什么叫 这个是一个具体的实体 URL我们一般是 这个东西 或者是 这个东西 称的是一个URL 理解吧 那URL是已经是 什么呀 具体到一个某一个实体了 理解吧 可以吧 我们可能称为一组实体 比如说这个文章列表 那个URL 我们可以称它为URL 理解吧 但是像这个它叫URL 但是其实无所谓了 我们都称它为URL 对不对 但是你心里其实 严格意义来讲 它俩是有区别的 对吧 好了 那通过这个URL 来唯一的访问它 对不对 那这个URL 是每一个资源 独一无二的标识符 你说是不是 好了 行了 这个资源你就知道了 接下来看 表现层 表现层 什么呢 说你的这个资源 它是个实体 对不对 但是 它有没有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 当然可以 它可以以图片的形式 以视频 以文本 以HTML格式 以JSON格式 这种东西是不是就表现啊 表现这段信息 对不对 表现这个实体承载的信息 没错吧 所以也就是说 哎 你看 我们把资源 具体的呈现出来的形式 就是它的表现层 啊 说了 文本可以用各种表现 对不对 那 图片可以用GPG 还可以用PNG 是不是啊 哎 那 URI代表的是实体 但是不代表它的形式 就是 就是 代表这个东西 但是 它是什么 形式展现出来的 不是URI描述的啊 那 严格 所以严格来说 看到这个了吗 嗯 看这个了吗 首先这是URI 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它的表现形式 是不是HTML格式的 对 严格的意见来讲 这是不符合规范的 你看Jungle 其实就不带 你看Jungle 它的 你过去一个页面 它后面有这个HTML后追吗 没有啊 Jungle 配齐写的都带 配齐写的都带 配齐是垃圾程序员 那 啊 严格来讲啊 啊 是不必要的 但是由于大家 在写HTML的时候 REST呢 还没出现 所以大家就也不遵守这个规范 就习惯了 理解吧 就约定俗成 就这么搞了 啊 那 你看这个格式 其实是属于表现层的范畅 丑 理解吧 啊 所以你要这个这个格式啊 这个东西 HTML 其实是应该写到 content type里面 请求头里 理解吧 Jungle就是这么干的 理解吧 Jungle就是完全符合这个规范的 啊 好了 啊 明白表现层了吧 啊 那接下来说一个叫状态转化 访问一个网站 就代表了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 是吧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势必啊 会涉及到数据和状态的转化 这是什么意思啊 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很简单 啊 很简单 就是说 啊 看这个吧 还是 首先啊 HTTP是一个无状态协议 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数据所有的状态 其实是保存在服务器上的 对吗 是不是啊 对不对 啊 所有的状态保存到服务器上 客户端上有这个数据的状态吗 即便是有也是 延后的 就是 客户端只是从服务器端下摆了这份数据 对不对 真正数据的状态是在服务器端的 对不对 好吗 那这意味着呢 啊 这个 如果你这个客户端啊 想要操作服务器端 想要操作服务器的 必须通过某种手段 比如说我想下载 你就必须通发起一个什么请求啊 是不是get请求啊 你想修改呢 post 或者是put请求 是不是啊 就必须通过某种动作 手段 去操作这个数据 没错吧 好了 然后呢 通过这种动作或手段 让服务器端发生一个叫做什么呀 状态的转化 理解吧 发生一个状态的转化 怎么叫发生状态的转化吧 啊 比如说 好 我先从服务器端拿下一段数据来 把它修改了 通过post提交上去 数据变了吧 变了 它的状态就变了 数据修改了我就认为状态变了 可以吧 可以吧 啊 好了 好了 这种转化 是要建立在表现层之上的 对吧 什么意思啊 你先要通过它这个表现的格式 拿到这个数据 然后基于这个格式去改它 对不对 是不是啊 好了 说白了 这个地方白话就是 数据一改 就代表状态变化了 没见吧 你想改数据 是不是通过特定的动作呀 就就就这么简单 就状态转化 啊 好了 那客户端所能用到的状态 手段只能是http ,理解吗 那 具体来说 四个操作方式的动词 就这么几个 看到没有 这么四个 分别对应四种基本的操作 比如说 get用来获取 post 是新建 或者是更新 put 更新 delete 删除 基本就是这么四个动作 OK吧 啊 好了 综上所述呢 我们总结一下 什么是versible 啊 第一个 这个有问题吗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没问题 第二个 客户端 服务器端之间 传递这种资源的某种表现层 说白了就是 你是通过html格式 还是文本格式 还是json格式来传递数据 OK吧 任何一个实体 传达到用户 客户端那一段 都必须要有定义好表现形式 对不对 没错吧 是吧 第三个 就那么几个动词 可以吧 可以吧 好了 这就是rest 你说what 说的些什么感觉 好像还是很蒙蔽的状态 对不对 完全不知道 说白了 其实 我已经通过一个 这个什么呀 就是把之前 你对http 笼统的一个理解 给你更加明确的定义 你说对不对 什么意思 定义了什么叫资源 什么叫表现层 什么叫状态 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吧 对吧 但是知道这些东西 跟你实际 设计出符合它这个规范的东西来 还有一步一步要走 这是 这是什么呢 说白了 你呀 他们已经知道了rest 这个rest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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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 其实就是 访问服务器端 跟服务器端交互的各种这种规则 对不对 你访问服务器端要通过URL 没错吧 好了 注意了说白了 rest就是一套API的设计规范 什么叫API啊 就是接口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堆URL的设计规范 没见吧 啊就是定义好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访问你服务器端的数据 可以吧 那它有一些典型的设计误区 比如说最常见的一种设计错误就是URI中包含动词 因为资源呀是一种实体 所以应该是个名词 你说是不是 这不懂吗 对吧 比如说 这个东西 这个杯子它是不是个实体呀 你说我现在 要有一个地方把这个杯子存下来 就相当于存一个URL是不是 那你把这个URL放一个动词 说getCup 这是不合理的 getCup嘛 不就是动词嘛是不是 我就要获取这个杯子 但我没有获取它呀 我只是放在那 是不是啊 所以你记住了一个基本的规则啊 就是以后你开发中URL切记切记不要有动词 那样吧 就是URL不要有动词 那 但是我确确实实想要访问这个杯子的时候 你就是要通过方法去访问 什么方法呢 是不是get的方法呀 对不对 是通过get的方法 那我要修改它呢 就是post 所以你通过方法来去判断啊 你是访问它还是修改它 这个地址永远都是名词 OK吗 那举例来说 有一个UI是这个叫post show 其中这个show啊 是动词 那 post 在这里是文章的意思 你解释了吗 post 加了s post 是提交的意思 post 还有一种意思 就是 比如说 我刚发了几个博客 你就说 这是我刚 发了几个post 理解吧 那 这意思就是我要显示我 这篇文章 ID唯一的文章 理解吧 那show是动词 就设计错了 其实应该是什么呀 posts 一 然后get 就代表去显示这个文章 理解吗 OK吧 好了 那有些动作如果是 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是你这个htb动词啊 表示不了 你就应该干嘛 那你怎么办 比如说我要进行一个 转账 转账的话 大家看 转账是不是transfer 是不是啊 那你这个transfer 它就是一个 动词 对不对 那 那 你用名词表示不了 那怎么办 那 那你看啊 那你就应该把动作本身 都当做一个资源 理解吧 把整个动作本身都当做一个资源 比如说汇款 从账户1 汇到账户5 那这个情况就是错误的 比如说 看着啊 account1 transfer500到2 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写 是吧 这里面动词是不合适的 to 也不行 正常的设计知道是什么吗 account account 把这个动词 注意了 换成名词形式 transaction transaction 不叫transaction 也可以叫transaction 但是可能美音音音吧 我叫transaction zack anyway 那 此时你看 你是post的对不对 对 然后你把那个转账 写到什么里啊 写到那个什么里啊 transaction 然后把它写到参数里面 你也忘了 是这样的形式去定义 OK吗 这样形式去定义啊 好了 这能理解吗 你看 你这样搞的话 啊 是不是感觉比这个要清爽了很多呀 是不是啊 OK 好 接下来另外的一个设计误区就是什么呀 URI中放入版本号 就是随着你这个产品开发 你可能出现很多个版本对吧 那 新上了一个版本 你可能 你就把这个访问的方式就定义什么1.0 2.0 这是不合适的 嗯 这是不合适的 那 怎么办呢 你的 因为不同的版本啊 应该是理解为不同的表现形式 你说对吗 嗯 是不是啊 所以应该采用同一个URI 但是呢 可以在请求头中区分 请求头中区分 比如说你看 啊 Version 1.0 2.0 什么 你这意思吧 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但是啊 虽说RESTful的规范 建议版本号 是不是放在请求头里 前面都是没有这个东西了 就直接正常访问 对吧 嗯 但是 实际上 你把这个东西放在请求头里 你是不是必须 对什么又单击检查什么的才能看到啊 啊 就直观上 对于调试来讲 可能不方便 所以啊 这就像这个HTML一样 大家约定俗成 好多人呢 依然把这个版本号 放在这个 这里 虽然不规范 但是大家都喜欢了 叫激动难返 啊 好了 同志们 听到这里 听到这里之后 你是不是依然是蒙地道 你好像 比刚才稍微明晰了一点 好像就说 这个URL 知道URL 不能包含动词 是吧 你只知道 你只知道一个正文漫人 是不是 啊 那